各位知道PS5是怎么做到的吗 4K60帧还那么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大力水手DLSS这个技术 这是NVIDIA响卡的一款AI技术 PS5上也有类似的技术 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原理 就是通过AI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把低分辨率的画面 给补成4K分辨率的画面 再输出出来 也就是说它在算的时候 是用的一个低分辨率算的 这样帧率就会很高 画面就会惨 会差一些 但是它通过一种优化的技术 把画面给补成更高的分辨率输出出来 让人感知没那么明显 看上去还是一个接近4K的画面 其实像这种技术 在电脑上 不论是NVIDIA响卡 还是AMD响卡 都有类似的技术 那不就是降低分辨率吗 那为什么要降低分辨率呢 因为分辨率这种东西 它直接决定着响卡的占用率 分辨率越高 画面越清晰 需要运算的点就越多 那分辨率越低 需要计算量就越来越少 所以说它可以生成更多的画面 降低分辨率是提高 游戏帧数的一个重要因素 重要手段 但是画面糊了 模糊了 粗糙了 那怎么办呢 就得需要通过各种办法 给它升上去 像NVIDIA响卡的大力水手 现在已经到二点级了吧 它也是这几年来 一步一步的提升上来的 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好的技术 就是把比较次的 比较差的画面 给优化的比较好 这是一种优化技术 或者是一种AI技术 算出来的技术 并不是真实的 像我们一般在玩游戏的时候 特别是PC游戏 它有一个叫原生分辨率 那个真是要靠响卡 去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去算的 但是需要更高规格的响卡 甚至更高规格的CPU 甚至更大的内存 才可以完成 通过这种AI技术 它可以四两拨千斤 虽然算出来的这种画面 精度效果不如原生的4K 但是可以接近4K 但是这种技术 它是需要游戏厂商 还有硬件厂商 他们之间打磨优化 才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结果 因为全球PS5只有一种规格 所有的游戏厂商 在开发游戏的时候 只针对PS5 这一款设备优化就可以了 市面上N卡和A卡有那么多 游戏厂商也不可能 针对所有的响卡进行优化 所以说这种技术 还是PS5或者是XSX 优化技术更好一些 好最后再说一下 关于显卡 现在是2022年的5月中旬 显卡的价格是一路下降 几乎降回了原价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三菱系显卡默认矿 也就是说默认都是矿卡 即便是有的是全新卡 但是现在也都不好说 谁也不敢打保票 所以说各位在选择PC的时候 多留个心 看看是不是等等40系 因为40系想卡也快发布了 这样让人更加纠结 顺便说一下矿卡 那天我听到他们有一种这种说法 矿卡并不是说不能用 而是价格问题 如果你原价买个矿卡 那肯定是不值得的 他们说五分之一的价格 或者四分之一的价格买个矿卡 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仅供参考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各位有参考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